華航在二十日晚間 一架飛機緩緩降落桃園機場 後面還跟著一台車 原來是因為飛機 飛到一半故障 緊急掉頭 旅客全坐在後機室 有的到櫃台與人員詢問 事後處理 有的打電話與家人報平安 這一起突發狀況 發生在一架由桃園 飛往香港的CI-919航班 突然出現7700代碼 航班駕駛從台南外海 一百八十度緊急返航 航機高度也從三萬七千英尺 下降到一萬英尺左右 這一次看起來 好像遭遇到的是一個 客艙施壓的狀態 機門沒有關好 或者是飛機的機體 有產生一些破洞 所以讓這個氣壓 沒有辦法繼續的漸壓 那會造成一個 車艙施壓的狀況 面對這種突發狀況 旅客也千萬別慌 氣好安全帶 聽從空服人員指示為要 事後華航也調派了 其他的班機 在旅客前往香港 空中驚魂 索性平安落幕 記者劉志展李廷熙 桃園採訪報導 MING vào C где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